Lamborghini 今天我们就骑着去哪里? 坐着我们的Lamborghini 骑着去这个Intramuros 基本上这个就是Intramuros 他们的这一个城墙 Intramuros 他们这一个城墙 就是这里 以前西班牙的王城区 为什么这样子叫Intramuros呢? 因为intra就是指里面 Intramuros呢就是指城内 所以里面的城 他们叫皇城区 他们就是把 啊,no ok 他们就是西班牙人 以前就在这里围起来 坐他们的整一个 他们居住的地方 所以还叫杜班牙皇城区 哇,太棒了,这里 我们看到有人在这里拍婚纱照 诶 现在呢我们就走着去这一个 Sands of St 的这一个church ok,好,来看这里 这个呢是二战当中的 唯一姓存的一个地方 我要进去啊 好,来 去给他们来 进来 进去这里 诶,没有这里是entra 我们走错了 entra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走着进去 走,你看看走过去 在这里 这是Sands of St 的这一个church 现在呢我们就已经来到 这一个叫做 Sands of St 的这一个church 这个呢是唯一 在日战当中啊 唯一姓存的这一个地方 整个皇城区 唯一姓存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ok,我们来看看哦 他是有讲述他的 历史的 你看这里 非常仔细的 这一个讲述 他说呢 这一个 Japanese American War 他说日本跟美国的 这一个战争啊 就是几乎是把 这个Sands of St 的church呢 就已经是几乎啦 就摧毁 可是唯一姓存的地方 就是这里啦 他说在1月5号的时候 他说 1942年 这个Sands of St 的这一个church呢 就是成为 二战时期 日本人的这个 headquarter 日本人的这个 总部 然后接下来 就在这里 他说很多的这个 大炸 那个canon 大帕 还有这些machine gun 就在床上面呢 就经过 哇 这个是太过厉害了 还有这个 这个比较容易看的 这个 他说在马尼拉的这个battle 在1945年2月的时候 整个皇城区呢 就几乎是摧毁了 然后这个还有什么 每一天呢 都给这个日本人轰炸 日本轰炸完之后呢 就是有美国人 这个是太过恐怖的 历史的回忆 大概有7000个 皇城区里面的人啊 就把那些被轰炸了的那一种难民呢 就来到这一个battle license Octin church这里 然后接下来200个呢 就transfer去到那个Fort Santiago 那个圣地亚哥的那一边城堡 然后接下来呢 就有141个西班牙人呢 就被日本军啊 活埋 哇这个真是历史惨痛的 这一个回忆 在这里 这个就是指当时候的religious service 他们在这里做这一个礼拜咯 哇你可以看得出 这里已经是受到这个很大的这个摧毁 可是他们都还在这一座礼拜 然后接下来就是指这个church 这个教堂呢 在1945年2月的时候 因为是这个世界第二次大战嘛 他们在自己收留很多的这个难民咯 被炸伤的这个难民 太有历史的回忆了 OK 来 我们再看看别的 我们现在在走着这个sands-octin church的里头 太美了自己的风景了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老师去哪儿 网上直播补习班的教学 现在呢 我已经抵达了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sands-octin church 圣奥斯丁的这个教堂 位于马尼拉王城去的 我首先先给大家看看 这里一个360度的全景 太漂亮了这个 这个是当时候在日战时期啊 OK 好 在日战时期呢 唯一幸存的这一个教堂 就是这一个sands-octin的教堂了 这里很美哦 它这里是什么的建筑物呢 这里是这个叫做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物 我们先来这里看看了 走过来这里 我现在身处它的这个庭院外面 这个呢 它其实是在1587年的旧而建造的 1587年建造的 它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这一个教堂 它里面呢就有这一些 讲堂啊 祭坛啊等等 这样子的这一个建筑 OK 我们来看这里 它中间这里啊 还有一个是许愿池 我们看过来这里 它这里还有一个是许愿池的 OK 我带大家看看 因为刚才那边讲 刚才不是有拍一张图吗 就说中间那一个 呃 算是许愿池啊 不算了 我们看了这个许愿池呢 其实它不是许愿池 好 我过来 这个是当时候他们做领修 做meditation 做领修的这个地方 他们就在这里呢 就祈祷了 就在这里 就是这里了 哇 我女儿竟然爬上去 当然不要爬 很危险 不可以 这里就是以前 天主教的这个 他们在这里呢 嗯 没有 你靠近一点 好 可以 等一等 我小心有电话 就是在这里做领修的 OK 我们来重点介绍 这个就是当时候 Sands Austin Church 他们有重大事件的时候 就在这里敲钟的 登登 代表着一个 一点点啊 干嘛你 可以了 这个代表重大事情 发生的时候 报时间的时候 用着这一个设施 到了一个最靓丽的地方 就是这里 这里全部都是卖装饰品的 美的这里 每一个都是 天主教里面跟圣母 有关的装饰品 还有上面这些 不错吧 这里 这里是最靓丽的地方了 这个跟着我们 我们现在在走着出去这里 哇 太漂亮了 这个 真的你一定要来一趟这里 不然的话 这个是错过了 好 太漂亮了 好 太漂亮了 好 太漂亮了